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高中化学科 我们的主题反应速率定律 那这一段是介绍这个反应速率定律 与半生期之间的关系 主讲中轮高中高冠咒老师 我们本节的学习重点有两个 第一个我们准备要探讨反应速率定律 与速率常数的关系 那在早期的教材常常会写速率定律式 所以同学只要看到速率定律或是速率定律式 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一样的 那它的表示法呢 是要知道反应速率跟反应物之间的一个浓度次方的关系 那在化学动力学上 我们来探讨反应速率跟各反应物之间的浓度的数学关系 那这个就叫做速率定律式 那接下来第二个主题 我们会探讨反应速率以及半生期之间的关系 反应速率定律与速率常数的关系 反应速率与反应物的浓度或是压力有关 一般液体的反应我们使用浓度做计算比较多 那如果是气体的反应 我们可能会使用压力也可以使用浓度 我们来探讨各反应物之间浓度跟反应速率的关系 那这个就叫做速率定律 英文名称叫Red Law 那以一个气体反应 A加2B产生C这样的反应式为例 那在左边的A这是反应物 那假设我们算出来反应速率 它跟A的浓度乘上m次方的关系 那以B来说反应速率跟B的浓度乘上n次方的关系 那把它总结起来 速率定律就是R等于K 这K是一个常数乘上A的浓度m次方 B的浓度n次方 那既然出现在系数里面 那可能就表示说A跟B的浓度是会影响到反应速率的 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个K值 由于出现在速率定律里面 因此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就叫做速率常数 我们大致了解反应速率定律的定义 以及速率常数的意义之后 那这个K值就叫速率常数 那我们想要探讨 影响速率常数的因素可能有几个 第一个反应物的本性 有些反应天生非常快速 那有些反应本来就很慢 所以本性会影响到这个速率常数 第二个温度 当反应的温度越高的时候 反应速度加快 因此这个速率常数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接下来催化剂 催化剂不可改变反应物的浓度 但是反应变快了 那表示说速率常数有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影响速率常数的因素 有这个反应物的本性 以及温度 还有催化剂都可以影响 那接下来速率定律之上面的m跟n次方 一般我们就叫做反应急速 那它这个急速可以大于 也可以等于或是小于0全部都可以 那把这个急速的总和 我们就叫做反应的总急速 那易或称总反应急速 那这样子都可以 那我们会看到这方程式系数 1比2比1 那这个急速会跟这个系数 有没有关系呢 那这根据实验的结果 才有办法决定 因此速率定律 需由实验的数据来做判定 同学不可以直接从方程式的系数 就以为它会是影响的急速 那一定要从实验的数据才是准确的 好 接下来第一个思考问题 假设有一个化学反应 如果反应物的浓度增加 那代表粒子间的碰撞频率变多 那这应该是对的吧 那碰撞频率变多 那反应速率也会加快 那这个概念同学来判断一下 这是对还是不对呢 那这个答案是无法判定 照逻辑来说 碰撞机率变多应该变快 那为什么会是无法判定的原则呢 那我们就随便举这三个例子来看 第一个代表是零级反应 因为急速是零 这是一级 这是负一级 那以零级来说 R等于K 因为这乘起来是1 代表速度是一个固定值 它是不变的 所以你浓度再怎么增加 反应速率不变 那可是一级反应呢 那是一个正比关系 它会变快 那负一的关系 哇那就不一样了 浓度越浓 那变导数 它的速度反而是越慢的 所以我们在不清楚 它反应的急速的情况之下 浓度增加一定变快 那这样的逻辑 不见得是正确的 我们知道速率定律是必须从实验的数据去测定 所以我们简单用一个简单的实验数据来模拟 让同学试试看速率定律是该如何去推球出来 好 那反应物是A跟B 因此我们假设速率定律就是A的M次方 B的M次方 那这是一个速率常数 那由实验二二三两组对照 那我们可以看到A的浓度变多两倍 那B的浓度不改变的情况之下 那整体的反应速率增加了四倍 A的浓度两倍 整体速度变四倍 表示对A来说 它的次方应该是二次的影响 再来我们从实验一跟二两组去做对照 这时候A的浓度不变了 这时候B的浓度变化 那我们实验的精神就是一组对照组 对完组是变动组 B浓度增加两倍 整体的速度也是增加两倍 那这表示说对B来说 它的反应次方 也就是极数是一极反应 所以这个速率定律我们就可以推出来了 R等于K乘上A的二次方 B的一次方 也就是说反应速率对于A的浓度比较敏感 因为它的次方关系比较大一点 那对B的关系就影响少了一些 那再来观察一下 反应方程式系数A跟B都是2 那表示说 它的次方关系跟方程式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再次强调一次 速率定律里面的那个次方关系 只跟实验的结果有关 跟方程式的系数不见得有全然的关系 好 接下来我们的主题要求出速率常数K值 那刚才我们已经算出速率常数了 那K值该如何去求出来呢 那这个答案很简单 任何一组数据带进去都可以算出它的速率常数 所以第一组数据看起来比较简单 我们把它带进去 同学次方不要弄错 我们可以算出这K的数值就是1 那很重要的再提醒同学单位 那单位是M的-2次方秒分之一 那怎么去得到其实也很简单 速率它的单位已经有了 然后再来两个浓度 这是二次一次 这浓度是三次方 那一向过去就可以求出K值的单位出来 接下来我们准备探讨速率常数K的单位 跟各种反应极数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那第一个表格我们看到零极反应的话 R等于K乘上A的零次方 那R就是速率 时间分支浓度的变化 零次方就是1 所以第一个很快算出 K值的单位就是M乘上S的-1次方 那浓度就是生分之末 所以也可以一向写成这个样子 看起来好像蛮厉害的 再来一级反应 那A的1次方 一样我们把所有单位列上去 该消掉给它消掉 得到K的单位M的零次方 再来二级反应 那一样把它消下去 最后得到K的单位-1次方 到这边我们稍微暂停一下 同学有没有看到 K的单位跟极数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零级反应 这1次方 0加1等于是1 1级反应 这是0次方 加起来是多少 还是1 2级反应 这是-1 这两个加起来 1也是1 那三级也是如此吗 我们再来看一次 那把这个浓度单位都全部消掉之后 K值的单位M的-2次方 很开心吧 3加-2那就是1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一个结论 对N级反应来说 速率就等于是浓度的N次方 这叫N级反应 那一样 如果你不想消也可以了 照刚才的逻辑 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 这边应该就是1减掉N次方 那这两个加起来应该是1 所以我们的结论 就是总极数跟K的单位呢 这个次方关系 1减掉浓度的次方 那就会是它的极数 那这样子来判断 极数是蛮快的 接下来反应极数的探讨 我们刚才讲到了零级 那待会会探讨了 一级跟二级反应 那以A产生产物来说 反应物变产物嘛 那速率定律就是探讨 反应速率跟反应物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用A来做探讨 那速率的定义 就是一段时间浓度的变化值 为什么加负号 因为反应物逐渐减少 负负之后才会数字得正 好那M这个叫做极数 当极数是零 我们就叫零级 一就是一级 相对的二就是二级反应 所以接下来 我们准备分别探讨这三个反应 该如何去做计算 以及更延伸的介绍 首先我们看到零级反应 零级就是速率跟浓度之间 没有任何关联 叫做零级 那这是一个效气分解 产生氮气跟氧气的反应 我们利用白晶当催化剂 它的温度控制在这个范围 那这是实验数据的结果 那希望同学实际上去算出 它的速率 那跟速率定律式 那以这前50秒时间来看 时间浓度的变化 算出这个速率是4乘10的负四 在后50秒 我们代入算出来 也是4乘10的负四 那这个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反应速率 这个只跟白晶的表面积大小有关 因为不管你的反应物浓度怎么改变 我的速率都是一样 那温度也是固定 那应该它只跟白晶的表面积是有关联的 好 那我们从刚才结果来做一个图 那零几反应 那就是代表速率就是一个常数 那我们观察到它的浓度 0.2 0.18 以数学来说这是一个等差数列 而且速率大家都相同 所以我们用浓度跟反应时间来做图 那逐个秒点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关系式 所以浓度跟时间呈生一个正比关系 好 那知道浓度对时间关系图之后 我们想要再看另外一个 就是速率对浓度的关系图 那由于它跟反应的浓度是没有关联的 所以速率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 不管你浓度再怎么变 我的速率都是一样 那这就是零几反应的特征 我要同学对这个两个图形应该要很清楚 如果不清楚 建议再翻到前面反复聆听 接下来我们探讨一几反应 顾名思义 一几反应就是反应的速率跟浓度成一次方的关系 那以这个实验的数据来做探讨 在前两分钟我们算出它的速率0.1 在后两分钟它的速率是0.05 那最后一个我们省略 我们再算出第三个是0.025 同学在这边有没有一点感觉 在相同的时间间隔 两秒两秒钟两秒钟 时间间隔是一样的 它的浓度呈现等差速列的一个变化 更正等比速列 刚才0级是等差 那我们1级就是等比 好那我们从这实验数据来做图 那这个等比速列 我们求出它这个浓度对时间的关系 依序秒点得到 它是一个成一个泡物线的曲线 这是一个曲线的关系 所以一几反应 在浓度跟时间的关系图是一个曲线 再来我们想要知道另外一个曲线图 那就是速率对浓度的关系 那这个两个两分钟之内 它的浓度那到底是以哪一个做基准 那其实是把两个加起来除以2 所以第一个0.4加0.2除以2 那是0.3 所以这边求的是一个平均浓度的一个概念 那接下来依序做平均再得到第二个 再平均得到第三个 那这个连起来得到的是一个直线的 所以速率对浓度呈现一个正比的关系 那既然是正比 那才符合这个一次方的概念嘛 好那一几反应介绍完毕 那接下来我们探讨 这个浓度从0.4降到0.2 这在定义来说这叫做半升期 浓度减半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这个箭头拉下来两分钟 就是这个反应的半升期 它浓度减半了 那接下来看到0.2降到0.1 浓度再减半是不是时间还是两分钟 所以在1级反应的特色 就是它的半升期从头到尾都是一样 那这就是一个1级反应的特征 我们来对0级1级以及2级反应来做个总整理 那2级反应有很多的计算 需要用到微积分才有办法办到 所以同学或许在高3甚至在大1 学到微积分之后 有兴趣再做这边的计算探讨 那这边老师只是帮大家把结论给列上去 方便同学做整理归纳 第一个0级反应 由于速率是固定值 因此它就成水平线 1级反应是正比关系 那2级反应是一个泡物线关系 那有时候也会看到另外一个图 对a平方 那当然自然是一个正比关系 就是它的斜率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浓度对时间关系图 以0级反应来看 它是一个正比而且越来越少的一个曲线 那如果同学有兴趣可以看它的半生期 10那除以2是5 所以第一个半生期可能是落在这个12秒钟左右 那第二个半生期到2.5 所以对过去呢 它的半生期可能在167左右 所以它半生期呢是会变化 那是会越来越短的 好 再来1级反应 浓度对时间关系图是一个曲线 那这个半生期呢是固定 都从头到尾都是5秒 好 那以2级反应来说 我们就不去探讨这个东西 那它仍然是一个曲线 那下那个下降曲线是比较快速的 那半生期就是比较复杂的计算 所以同学这边不需要去记忆 那0级反应半生期如下 那1级 2级 这个部分让同学仅供参考 这边只要清楚知道 所谓半生期的定义就是浓度减半 所需要的时间就叫做半生期 表示法是T2分之1 好 那本重点回顾的第一个 我们这边探讨反应速率定律 与速率常数之间的一个定量关系 这在化学动力学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速率定律就是R等于K乘上反应物的M四方 探讨反应物的浓度跟速率的关系 这叫速率定律 那半生期的定义刚才我们也讲得很清楚了 那不同的反应极数 它的半生期也会不一样 感谢制作团队以及教授的指导 让本影片可以录制成功